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GasutoMo 耶吼 昨天的這個影片,我跟大家說 很多台灣人跟我說 一口要吃,要豆腐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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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水的這個時間 然後呢,我開心很多人喜歡這個影片 到目前已經有了 將近400個留言 開心 然後呢,我看到很多台灣的大家說 嗯,喝水很重要 然後也有香港的大家說 我們也是 馬來西亞的大家也有說 我們也是,然後中國的大家也說 我們也是這樣子 難道說 亞洲的 所有的國家都是嗎? 然後呢,今天的影片非常重要 想要告訴 怎麼喜歡喝水的大家 一件事情 就是,去日本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不然的話 去意外喔 真的,我告訴你 欸哥 我想要買水 好啊,那就 旁邊的便利商店買個水吧 欸? 但是我想要買 常溫的水 欸? 常溫的水 我要吃藥啊 還有來了 先離去 沒辦法喝冰水 啊... 應該沒有 日本沒有 常溫的水嗎? 嗯... 那我們找看看 這邊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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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常溫的水嗎? 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賣 常溫的水? 嗯...沒有嗎? 我知道 日本城市的 連常溫的水都沒有 有沒有 常溫的水 真的沒有嗎? 我知道 就是這樣子 日本 黑少店家有賣 常溫的水 因為呢 我跟太太一起回去日本那邊 然後 他需要吃藥 然後呢 跟我說 有沒有常溫的水 我要吃藥 然後那個時候 我講 欸?怎麼辦?怎麼辦? 常溫的找不到 我去了好多家的便利商店 都沒有 因為我之前在便利商店 打工過 所以 我也知道 我們放進去那些 庫存 那個紙箱放進去的 水 全部放進去那個 倉庫那邊 然後呢 倉庫那邊也是 冷冷的 還沒有開箱的 全部都是冰起來的 我問店家 有沒有常溫的水 的時候呢 店家的反應是這樣子 欸? 常溫的水 就 店家的人覺得非常的怪 為什麼我們好好的冰起來的東西 為什麼他需要草原的水 為了客人 我們冰起來呢? 很多店家都是這樣子 因為日本人的觀念裡面 很少人會有 常溫的水 對身體好 這個觀念的人 店家是為了客人 冰起來 日果 賣的時候要熱的嘛 水 賣的時候要冰的嘛 這個是我們的觀念 餐廳也是 大部分都是那個 很多冰塊放進去的那些水 對吧? 怎麼喝都是很冰 爽 日本人的觀念是這樣子 所以呢 大家 去日本的時候 小心一點 然後呢 我建議 到了日本的時候 首先去便利商店 然後買大一點的水 然後放進去包包裡面 大概兩個小時就變成溫水嘛 那邊 笑笑的看了男生的大家 如果你的女朋友或者是你的太太 先離去 肚子痛 但是你找不到溫水的時候 你是為了她準備好水 也是為了自己 準備好那個溫水 不然 後果 不然的話 你跟太太怎麼說 啊你放進去嘴巴裡面 然後等個一分鐘 然後囤進去就好了 這樣可以講嗎? 你 敢講這樣嗎? 我知道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沒有提供 超市那邊的話比較有希望 所以 大家小心一點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大家多多訂閱 可以看到YouTube 請按讚然後分享 我有Facebook的粉絲 也有Instagram 請大家追蹤一下 那麼大家下次見喔 掰掰 然後最後 あの 上一次的影片 很多人跟我說 あの 是不是イエペイ 我沒有拿錢 如果 可以給我的話 我很願意說 也見了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バイバイ BGM BGM